大家好 歡迎來到水雨金融第三集 沒錯 今天我們講強積金 沒錯 今天講強積金的原因都是因為 騰騰騰騰騰騰騰 最主要都是我們上個星期 看到股市都極度波動 自從沒有因果關係 總之二十大公佈了常委名單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事有臭考地 港股單日跌了一千點 所以跌得非常慘痛 令很多人都擔心他們自己的強積金會輸了多少 輸了多少 亦都很事有臭考地 兩三日後積金局公佈了數字 評判每個人輸六萬多萬左右 那些人就當然呱呱吵 咦 這個可以說自己是沒有強積金嗎 你可以的 因為如果你從來都是 我沒有打工 沒打工 其實是沒問題的 那我又被那一劫 你被那一劫 這次發財了 他有一個研究的 許正宇曾經說的研究 他說全香港有三成人的NPF戶口不足一萬元 所以我想你就是那三成人 甚至乎你的戶口也沒有 未必是那三成人 也有打過幾個月 應該也有的 也有上局全時間幾個月 三個月之後就要公佈了 應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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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強積金戶口有七十幾萬元 那經此一役 他輸得算少 他輸了二十幾萬元 算少嗎 算少啊 算少啊 算上如果你保持隊形 跟大使輸 你要輸三十幾萬 現在他輸二十萬 輸少了 但是二十萬也很痛 都是一筆很大的數 也很有軟氣 他就要找回當初發明強積金的人出來 要多謝他 要先變他 所以我今天就可能講講強積金的機制 功能 或者大家面對他當初的事情 或者職金局面對大家對他的一些批評的時候 他有沒有一些改善過的空間 最瘋狂的是我看到你Instagram 分享了有一個人就說 你這樣罵強積金 如果沒有強積金 我們退休就沒有錢了 那些我已經完全是不懂得搏 可能我的思維圍度比較低 低到我跳躍到另一個階段 我也不想去搏 甚至有個留言還搞笑 他就說如果沒有強積金 他怎麼會提醒到你要去額外儲錢 去房佬退休 收錢的嗎 其實你那個也很收錢的 很昂舊的 我開始有點真假難分 我覺得他是真心交講 還是玩假交呢 你說什麼我完全是輕了機 強積金成立的目的是提醒你儲錢 我要透過輸幾十萬去提醒我儲錢 不如還給我幾十萬 我拿去買一封也好 買筆柴也好 我拿去做定期也好 什麼都好 所以就非常有趣 至於說回強積金的成立 就一定要追溯一個人 叫做強積金之父 就是許氏仁 許氏仁是一個大起大跌的人物 我覺得 還坐牢 他是繼曾蔭權以外 叫做坐牢坐第二場的一個人 高官 所以也坐了幾年 但幾一年我不太記得 總之最長就是曾蔭權 第二就是他 然後他在今年還是去年 已經被政府蝕奪了他所有的榮譽銜頭 他本身是金字經勳章 大字經勳章 和太平紳士全部都沒有了 他已經成為了政界邊緣人 他已經不是一個界別 成為了社會邊緣人 所以我為何刻意提一提 他被政府撕了柴 就是你批評他 可能就不會構成任何的煽動 散播仇恨 因為政府都已經不想拍這個人 政府都當了他是過街老鼠 掃地出門 所以你批評他 或者你把所有的怨恨發誓在他身上 就未必會構成很大的問題 但如果你把怨恨發誓在政府 積金局上 可能又會有一些強力部門去找你 但如果你去投訴許氏仁當初搞成這樣 就應該沒什麼問題 因為政府都不喜歡許氏仁 都覺得他不是自己的分子 許氏仁當初應該是二千年左右 就進入積金局做行政總監 就去搞這個NPF 但NPF本身是要通過一些法例才去搞的 法例其實是屬於肥胖一年代的時候 搞的一件事 大概是1995年 就通過了一些法例 最主要就是自由黨的人 就極力支持 譬如夏嘉里、田北俊、劉建宜、周良 這一堆自由黨的人就強推 傳統你會理解的泛民 全部都投棄權 一是棄權一是反對 無論如何就通過了 就是肥胖一年代的時候提出一件事 初衷當然是好的 就是你要搞一個退休的保障 肥胖雖然他叫做最後一任的港督 其實他不用管香港未來的發展 但他覺得未來這個城市都會面對人口老化、退休等等的問題 所以就想做一個叫做強積金月計劃去做這件事 原意是好的 原意是好的 不過正如我這些右派 永遠都有一個原則堅持 就是所有原意好的東西 到最後都會出現一個 毀天滅地的結果 沒錯搞和了 即是可耶克經常都說 通往地獄之路是由善意所鋪成的 正如幾年前的運動 都是因為一個要幫一個死亡的人要伸張公義 原意是好的 但結果就先說了 是嗎 下一個原意是這樣的嗎 原意我以為是幫國家捉拿一些反賊 令到他們的錢可以收回國有 再共同賦予給人民 這個當然是經濟的原意 但我要說回門面上的原意 門面上的原意就是幫一個死亡的女生 要伸張公義 這個聽起來都是有理有節的 結果就是大家承擔了一個社會代價 我沒有說這個代價是怎樣 不評論 但總之大家都一定同意 各方面的人都承擔了某程度的社會代價 所以原意好的事情永遠都有機會出現一個災難性的結果 強積金都是這樣的 就是原意是想你防老的 但結果你是益了很多基金經理 又或者以前許氏仁被人批評就是 他跟商界過重甚密 他跟很多的地產商 或者一些傳統的港資既得利益者是非常友善的 你的強積金到最後的錢是用來買股票 就是買回他的朋友旗下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這個當然你不可以說是利益輸送 因為他不是直接你賣多少給多少錢 不是那種未來的 但其實有些東西都是超然若欠 若然於指上 其實你完全看得出到最後 是哪些股票是給別人去買的 哪一個是享受了那個幾得利益的 你是看得到的 所以這個就是許氏仁送給商界朋友一個最大的禮物 因為轉租就是如果你是打工仔的話 你是每個月都要拿5個百分比 加上僱主的10個百分比 加上僱主的5個百分比 總共10個百分比 就一起去貢獻這些上市公司的股票的流通量 流動性 所以這是一個託市的很好的東西 因為你每個月都會有新的錢 5個百分比 加上5個百分比 10個百分比 每個月就去託 這個就有一個挺好的機制 然後中間那些基金經理就掠你管理費 這些都是對強積感的一個比較大的批評 以前當然是托港資 這幾年就不用說了 港資的地位當然是縮了水 中資上場 內房、內銀、科技股等等 現在就是用我們的錢去托這些中資 托這些紅色資本 所以整個機制的棚就搭了出來 以前就是給一些港資的 現在就去益了那些中資 整件事就是這樣 很難不看 這個也很… 無緣無故好像交了稅 其實交了稅 你在供養他們 還有我不知道你有否印象 在兩年前疫情最誇張 就是武肺最誇張的時候 是有一些人 包括我 我自己那時候還在寫財經專欄 我的報紙都掛了 也有強調就是 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你不要再說什麼退休規劃 有很多人下個月都交不到租 也都交不到學費 都快要死了 不如你釋放強積金的部分提款權 你給人們在強積金拿回錢去應急 其實當時很多建制派議員都認同 都覺得應該要這樣做 你明天都活不了 那你說三十年後有用嗎 你拿回一筆錢出來 但就是因為這個托士的功能實在太強了 如果突然抽走 無緣無故去下去 更嚴重 所以當時的財經事務庫務局局長 他想許正宇就禁止了這個方法 他是強行找理由去禁止 他就說 給了多少你的市民 30%的戶口 都不夠一萬元 給了多少你 都幫不了你很多 既然是這樣 就不如不要做 這是他的邏輯 但我心想你派消費權 也是派二千元 你不要說到很厲害 有些人分分鐘 他是一個中級員工 好像那個網民 本身戶口有七十多萬 那你七十多萬 你可以給他拿一半 拿三十多萬 他起碼兩年都比較穩妥 對 起碼不用住 也不能住 也不能吃 對 起碼也要給別人一筆錢 去套現 原意是好的 但背後你牽動的 也挺有利益 所以就 我之前也沒有思考過 拿來托士 這個也挺邪惡的 托士 你每個月供 你買什麼股票 通常你本身都是選一些大隻的股份 買藍醜 你不會拿一隻NPF去買世界股 你不會拿來買加密貨幣 不會買窩論 不會炒其子 哪些就是那些 所謂我們傳統定義最穩陣的藍醜股 就是剛才說的那些股票 以前就是四大地產商 匯豐 太股 後來就變成內房 內銀 中資 科學網 全部都是這些股票 是一個反式轉移 但是價差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自己有沒有可以教那個 就是NPF也可以教自己的投資組合 沒錯 但是當然那些基金買什麼 我就控制不了 那有沒有那些基金是不買港股 我轉債過去的那些基金呢 是可以的 就是沒有那麼不強呢 這個問題我分兩個層面去答 第一個問題 首先技術上是可以的 但是NPF是有僱主和僱員的部分 有時候僱主執著去買的那些東西 那5%就是僱主去買的 那你可以動的 以前有一個半字遊行 就是你自己動的那個部分 就是你自己的部分 但是現在是說 整體工資10% 有一半是僱主 一半是你 僱主的部分你是搞不定的 他要拿去搞那些東西 你真的催不住 你自己的部分你可以任選的 那這個是第一個層面去回應的問題 真是用強姦金來 都真是挺客觀的 這個形式 沒錯 還有第二個比喻就是 半強姦 半強姦 第二個比喻就是什麼 第二個比喻就是 他強姦的特色就是 你有時候都是被動地被強姦 這個說法我要再組織一下 原因就是在於 因為這一種這樣的 全民性的公款計劃 就不是香港特別有發明的 美國都有 美國就叫做401K計劃 其實你就可以理解 你就可以理解成 美國版本的強姦金 這個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而有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叫做Richard Filler 就是三四年前 就拿了獎 他是做行為經濟學 他其中一個多厲害的研究 就是研究這個401K計劃 為什麼會用來講呢 我一講去研究的結果 你就會明白 他會發現原來大部分 那些僱員 他決定自己的MPF組合 他是勾選的 他是勾田的 正常都勾田的 因為首先你未必有足夠的金融知識 不是每個人做金融 懂得選擇基金 了解那個基金的特性 或者了解收費 第二就是 未必每個人有精力與時間去選擇 他發現原來大部分都是勾選的 或者是不懂得選擇 或者選擇了一些 不是對他們的理財狀況最合適的基金 就是可能選擇了一些 新興市場的極高風險 你去到退休的時候 可能真的拿也沒得剩 所以他研究了這件事 很多人都是勾選的 或者是平均地選擇 其實他的研究最主要是講平均地選擇 譬如有五個基金給你選擇 每一隻就五分一 五分一 二十分之二十分之二十分之 這樣去分佈 但是有時候你的組合是會調節的 這就是他的研究的報告 所以他就發現為什麼基金沒有效率 第一就是一來是人們勾選 二來就是香港的狀況就是 基金公司的收費都偏貴 你輸錢就收我管理費 很多人都不拒絕這件事 其實我以前曾幾何時 在保險公司有賣過那些傢伙基金 我那時候很後期 我開始在計算 他可能收1%、2%這些管理費都好 其實蝕的時候他會收 賺的時候他也會收 沒錯 然後我會看回 如果你一年賺3% 一年蝕3% 如果你收1.5% 你會覺得他是沒有上落的 但其實是你會蝕的 是的 這個數字是很難賺 沒錯 會變成這樣 我不知道你那時候是處理哪些類型的基金 有些是投資商年 投資商年就更加容易輸 很容易輸 不過我一說這個題目 我預計了十幾個做保險的人衝來圍繞 現在不能賣101% 以前在計算的應該繼續計算 不能開聖誕的 我怕每天都會弄我 所以還未開這個題目 還有我還未做的研究 但回到基金從來都不容易賺到錢 這都是一個理想的 MPF也是一樣的 你很難去賺到錢 而且人們通常都是勾選 這也是整個系統很沒有效率的地方 所以Richard Filler有一個政策的建議 他就做一些叫做預設基金 就是你不要亂選 我幫你選了一些基金 是預設的 我覺得那個基金穩定最好 亦都令到你退休的時候 會有一個基本的本利回報的保障 那我幫你預設了 當然你是可以再決定 不選我這個原本組的組合 你可以自己創造一個新的組合 都可以的 所以這個名字也叫做Nutra NUDGE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證 有些人也叫做輕推 我不懂怎麼證 就是Nutra NUDGE 或者有另一個名字 叫做家長式自由主義 家長位就是在於 他幫你預設了一個對你好的基金 但是同一時間你是有選擇權的 因為你是可以不理他的預設 然後你自己填一張簽 改一改自己的基金組合 即是有預設的東西給你 有預設的東西給你 預設就是一種最好的東西 這就是他給的一個政策建議 其實對於整個基金系統 或NPF系統來說 是更加快的 因為很多人像我 或者其他人都是勾選的 我勾選 勾輸的機會率是高的 如果他預設了一個很好的給我 那我就相信他的預設 如果我不相信他的預設 他又不讓我選擇 我自己可能有一天 我真的很有空 有8個小時就看完基金資料 我發現原來組合這樣組合 是對我最好的 那我就再去入行 調配我的組合 但大部份人都不會做這件事 大部份人都是勾選的 你也是勾選 不如我幫你選 選一個好的 就好過你勾選 所以這個是整個系統 在美國的時候比較先進 其實香港這幾年都有搞預設基金的事情 但搞成怎樣 我就沒有研究得太厲害 可能積金局那裡也有說到 好像有預設基金平台那樣的事情 那這裡你可以再留意多些 或者有些相關朋友做特朗普的 做特朗普的 那都可以跟他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這個節目 就可能講一些淺一點的概念 那我在自己的平台那裡 因為我假設大家 就是我的讀者 那他們的經濟底 金融底好一點 那我會講得更深一點 所以我的Patreon是挺豐富的 就等下半個位置 要參加廣告 要參加 我每次的資訊 都有打你那些 多謝大哥 多謝大哥 不要說這些 所以基金的設定就是這一點 而且也挺令人氣憤 就是當初如果 許正宇他們給我們拿基金的時候 就是給我們部分提取基金的話 行之是27,000多點 現在就行之15,000點 你現在假如給我拿 我也不知道拿不拿 就是等於股票都穿了紙洩 你叫我紙不紙洩 我也真的站在那裡 就是曾經我贏大錢 我贏大錢的時候 你又不讓我拿 當你現在突然之間 懸崖立馬 浪子回頭金不換 開回提款權給我 我也不知道拿不拿好 所以早兩年那些人說 你要什麼移民拿NPF走 那些人是好時間 那些人是好時間 看看它去哪裡 因為如果我沒有記錯 你BNO5加1 那些基金公司好像都會折你的 但如果你真的拿了那些衣親 或者你轉去其他地方 好像就容易拿 什麼直接說自己以後不再上班 就可以拿了 好像有些打交 好像說你BNO5加1那些 是有些複雜的 因為都是怕政治壓力 就一次過抽走那些錢 等等 好像如果是英國BNO5加1那些計劃 是有些結束的 基金局會難理 但其他就應該是鬆一點 都當你是正常離開 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挺有趣的題目 我們還預備了什麼說 按摩泰 好了 看什麼 康泰 阿世沈不知道在看哪些塵 我不是留言 我只是純粹 我不會公開和人們鬧交 我過了那個階段 鬧交的也會留給我其他朋友 但去找來 我不會公開和人鬧交 康泰那bé 我覺得面對經常這樣說 其實那個影響或評論方法 我想大家都很一致 就是說現在整個經濟環境真的很差 是康泰作為一個旅行社的龍頭 都搞不定 就算他背後有一個海航住資 都搞不定 雖然海航都爆了 但是你本身的實業都是搞不定 海航是不是在法國死了CEO那個 沒錯 就是那個自己跌死了 跌死了那個 我相信報紙 報紙說跌死了 他也有傳是王岐山的資金派系 海航也可以說多一點 海航在2016年之前 基本上是全香港最厲害的 公共貸款 你可以這樣看 因為真的很瘋 他在香港基本上一年買幾隻殼 是炒那些上市公司的殼股 很厲害 每一次給他點中都升十幾倍 為什麼我這麼有感觸呢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 我只是替著去收那些錢 我也是炒那些垃圾股票 有這樣的事嗎 有啊 我以前把那些炒垃圾股票的精華 寫了一本書叫做學股財記 不是售貸書 因為你就算買也沒辦法用 現在學股已經死了 所以那些只不過是還一個過去 所以你曾經找到自己的方法說出來 沒錯 現在已經失效了 我本書是2016年2017年出的 還有參考價值的 還可以吃到美水 但是現在藍醜也死了 一些學股都很難獨善其身 複巢之下豈有元韌呢 所以都是一個小小以前炒股票 賺大錢的一個筆記記錄 那本書的原意是這樣 而海航就是其中一條很大的水 去支援整個學股市場 那現在海航又爆了 其實它又不是海航直接住 它應該是透過一間叫做 海撒旅業 海撒旅業去控制這個康泰 但是我覺得有些挺有趣的地方 譬如很多人見到海撒旅業的時候 你Google那間公司就會發現有ST兩個字 叫ST海撒 但其實ST那個字我覺得大家都未必了解那個含意 那個含意其實不是公司的名字 很多人以為那間公司叫ST海撒 有個石頭以為叫ST海撒 我不評論個別人 總之我覺得有部份朋友可能以為它叫ST海撒 但ST是甚麼呢 ST是特別處理的意思 簡單來說你可以理解到以前那些乖學生會給你 如果你是壞學生就給你一個豬仔 所以ST代表交易所給的豬仔 去給那些壞的上市公司 就是這樣解釋的 它有一個規定的有幾個 其中一個就是如果你連續兩年蝕錢的話 你就會被人叫ST 叫特別療程 其實ST是很多公司的 它不是公司名字 它只不過是交易所對於那些上市公司的一個特別的處理 就是想提醒投資者 這些公司其實是被特別對待的 可能它虧了兩年前 又或者可能它有其他情況 所以你投資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可以講一講 純粹是一些金融知識的補充 還有我也有留意到最近有些比較有趣的說法 最近市場不是曾經跌1,000點 跌6個幾% 然後有很多資金又流走了 譬如很多人都很擔心 就是到底是中資走還是外資走 其實很多客觀的數目你會看到 譬如我當大跌1,000天 那天為例 還有第二天為例 北水是正在托 因為北水的淨流入 是有50多億至77億左右 那是沒得騙的 因為你會看到他們持續買貨是有記錄的 那北水是正在賣的 反而沽是哪些人沽呢 就似乎真的是鬼佬沽了 沽了二百多億 所以 鬼佬在週末不知道什麼事 是的 就先洗了你的倉 所以北水反而是正在托 數字是有得參考的 所以如果你識股票 也不用說是專業投資者 你普通散戶都懂得看北水 就算你不懂得看北水 你對眼睛沒事 你懂得看新聞 你都知道 每天都會有一個記錄 告訴你北水是有多少 這兩天北水是正在流入的 代表是鬼佬不停沽 總之有部份人輕微頂住 所以這是一個狀況 還有我發覺很多政治評論員 會覺得護心港湯是一個走資的工具 但是護心港湯不是一個走資的工具 護心港湯只不過是方便大陸人去買香港的股票 也方便香港人去買大陸的股票 是一個互聯互通的關係 那機制是怎樣訂立的呢 其實最主要要訂立的機制是說結算和存放的股票是怎樣去做的 這個就是牽涉到Custodian 或者香港的C-Cas的那樣東西 譬如我可以講一個例子 就是假如我當有隻股票A在這裡 然後那隻股票A是護心港湯名單裡面 換言之那些北水可以來買 當有個北水的投資者 他透過護心港湯去買這隻股票A的時候 他不是真的拿到這隻股票A最確實的股權 因為其實他是透過一間公司 叫做China Security Depository & Keering 這間公司去買的 這個是一個custodian 所以其實你的大陸佬在上面 透過互聯互通去賣香港的股票 你沒有走到資 因為你的錢都是在境內一個結算公司 去做計價 所以你的錢是沒有走到的 只不過你是可以享受到那隻股票的升幅和跌幅 你的錢贏了其實你都是在你大陸的戶口贏 你輸了都是在你大陸的戶口輸 不是說你賣了香港的股票 你那筆錢就會落到香港的某個戶口 不是這回事 如果兩邊的袋很不平衡呢 怎麼會的 兩邊什麼不平衡呢 糟了怎麼舉例呢 譬如現在我是大陸人 那我就沒有買香港的股票 我沒有用這個戶口去買香港的股票 香港人就很多狂買大陸股票 但其實那筆錢都是在香港的 那筆錢都是在香港的 你沒有進去的 那升跌的那個 它是同一個價格升跌還是都分開兩個價格的 都是同一個價格的 都是同一個價格的 如果香港那時候不斷賺那些錢誰 這個交易方對比 其實簡單來說 你當它建了一間新的銀行出來 那你是透過那個銀行去買賣的 那銀行會幫你落盤 然後它會在出市去幫你去做那個交易 那當然那個托管者 或者托管的行 那個托管是會收你的托管費的 換言之我們當我們香港人買A股的話 我們比起一個大陸人他直接買A股的話 我們是要收貴一點點的 因為我們是透過一個中間的托管去買 而那個錢是他們幫我們負責去做交易 去做一個雙邊交易 所以是這樣的 那不像是影子基金的那些玩法 是不是有比特兒的錢不同 有一點不同 譬如我講另一個例子 當我們香港人 我們香港人其實是可以透過一些 我們可以買台股的 那個方法就是 譬如我們選擇一些台灣的證券公司 在香港有註冊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買台股 那誰幫我落盤 其實就是台灣的那間托管 去幫我們落盤 這是一樣的 譬如香港人是不是很喜歡用 什麼IB、富途去買美股 你也不是直接在NASDAQ有個戶口去買 其實都是你是透過一些托管 中間人去負責幫你落盤去買 所以你的錢 譬如我買美股 我以前不是去了美國的 我以前沒有轉換到美國的 我也是透過一個托管 中間幫我們去做清潔 做清潔 沒有出到美國的 但是那個人他實際幫你買的 他實際幫我買的 他會幫你對賭的 他會無緣無故你拿了一個托管 之後他會跟你對賭 你叫那個托管 他就幫你出那個托管 所以在美國的帳戶就不是我的名字 是那個拿錢的帳戶的名字 沒錯 那在美股就有很大的帳戶 其實整個地區的人 的錢都在他的帳戶上 可能會有個狀況 如果你的地區突然很活躍去沖上股票 那就真的會有一個很大的盤 或者有幾百個很大的盤 就衝出去接這些貨 是會有這個狀況的 這個就是那個托管的原理 我想說這件事就是 很多未必太熟金融、經濟的 其實也不要說熟不熟金融 散戶都會認識的 你不炒股票就不用很合理 但是如果你要去評論金融財經 你無論如何都要認識那些東西 就是你在大陸透過互聯互通買股票 你是沒有走得知道的 正如我在香港賣美股 如果我是傅同IB 我也沒有走得知道的 除非我真的用一個在境外的戶口 例如有一間公司叫做First Tray 如果我是First Tray 我也是要電匯過去的 我也是要TT過去的 所以那一個戶口就是一個外國戶口 那你就真的在外國賣股票 但是如果你是普通 用那些富途IB 你沒有走得知道的 你的錢都是香港的 因為最終你拿回錢的時候 都是變回港幣拿回的 都是變回港幣拿回的 不能在美國拿的 不能在美國拿的 亦都對應了 就是之前富途 還有有一間是否叫做老虎 我忘記了 TIRX 我忘記了 總之最主要都是針對富途 那他曾經有一個什麼金融不知什麼法 就說富途是一個走資的證券 因為以前的富途 就真的做到一個功能 就是你有一個證券戶口 你的證券戶口可以駁很多不同的戶口 譬如你可以駁恆生、匯豐 但同時你可以駁台灣的戶口 你也可以駁美國的戶口 也可以駁大陸的戶口 換言之就是 你在大陸放錢到富途的戶口 不要用富途 我怕他會告我 放在某一個戶口 其實他可以駁一駁 這個就是政府懷疑他的地方 上年還是前年 就出了一個這樣的新聞 就是針對這件事去說 就懷疑他一個境外走資的用途 當然富途也是否認這件事 但我大致上明 那個監管機構的理解是什麼 我對這件事沒有判斷 免得別人整間公司來告我 我就說回曾經有這樣的新聞 的確這宗新聞 令到當時相關的股票的股價大跌 所以我複述回這宗新聞 所以這個也是更正一些大家未必熟悉的地方 這個也是很大部分和很多年的一個誤傳 是一個誤傳來的 是呀是呀 去到萬德拉後應了 已經是那個程度 今天如果你像那些不同的YouTube頻道 他們會不會是街訪的 你覺得香港的錢會不會回大陸 其實100個會不會回大陸 其實就不會回大陸 是呀 你透過中國安全保障 和清潔的東西去做 這個真是小聽人說的真正原理 不過是否炒股的都會知道 炒股的都會知道 你信不信嗎 我想大部分炒股的都會知道 坦白說炒股的人也不會太關心 他們是關心我買不買到那隻東西 買的時候買完升還是跌 即是很現實的 賺錢還是輸錢 那到底這些錢是跑去哪裡 未必每個人都很關心 因為很多人都是職日先炒股 短炒 其實你到最後贏又好輸 你的錢都會回到你的證券戶口 所以這個就是那一回事 原理很容易思考 我在香港買美股 我的錢不是真的被淘汰到美國 又或者你在銀行戶口 將你儲蓄戶口的港幣 轉成美元 你沒有走到錢 你只不過變成在香港境內的美元 你沒有走到錢 其實原理是一樣 我想強調這些東西 還有一個我想問 不過今天沒有夾到 好 看看你會否會回答 沒有問題 盡量回答 這個港交所在我們錄音時間 早幾天 就暫停了這個 恆指期貨產品市場 波動調節機制 然後就有一群人出來收集 噢 不讓人買旗子 後來我看了塔哥的帖子 他不是不讓人買旗子 他應該是剪掉冷靜期 他不知道有一個五分鐘 那個是冷靜期 他剪掉會怎樣呢 你懂不懂得它為何會有這個舉動 以及有這個舉動會帶來什麼後果 我記得我以前在蘋果日報寫一個專欄 說冷靜期 有些不太記得一個結論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過幾份報告 其實冷靜期又不是真的那麼冷靜 我給你一個證明 A股是否有那些升停板 跌停板那些機制 他有點像冷靜期的概念 就是不讓你個別的資產價格升得太強 他就定了10% 內地 不讓你升得太強 而那個冷靜期 如果在香港 我都不太熟悉 原理就應該是 不讓你個別搓得太強 譬如你搓到5%的話 可能成交就會動 就不會再讓你繼續升 不會再讓你出這麼多盤 你先動5分鐘 然後你之後可以再升 但起碼那5分鐘就未必可以再頻密地退 因為有時候有一種做市的方法 就是不可以不停落盤 有種做市的方法就是 你可能突然之間很短的時間 你出很大的盤 譬如當世界股 你突然之間一分鐘內出3000萬的資金 衝進去買 3000萬是很多的 那你可以托到東西上天花板 我就怕這種做市行為 或者令到大壓的波動行為 所以就有一個叫做冷靜期的原因 就是這件事 我理解是冷靜期就沒有了 他又解釋是電子供應商的問題 所以就沒有了這些東西 我不記得了 所以你依然要炒到其次的 只不過那個冷靜期就沒有了 我以為那個冷靜期是給你反手的 就像別人買保險的冷靜期 可以讓你解釋單交易 有些不同的 即是他免得股市錯過度波動 跟那個熔斷機就有少少相似 不過熔斷機就直接停 冷靜期有少少不同 但原理都是不想你的資產價格 很短時間就極度波動 原理應該就是這樣 即是他免得再合上去 如果美國繼續加息 現在說到好像小時候很討厭的財經節目 現在說回那些討論 就有少少打爛 例如什麼 即將加息的股市是否不看好 即是說一些舊的東西 即將加息不看好 小時候覺得是舊的東西 大了其實應該要討論這些 接下來加息就不看好 因為你融資成本升 例如你購買孖展技 那你孖展息會貴 你如果賣樓的 你賣樓的息會貴 其實是不看好的 看看香港加不加HIGHBOR 通常是HIGHBOR HIGHBOR 通常借錢買樓用HIGHBOR 是 應該HIGHBOR都會偏向跟著 偏向跟著息率去看齊 要不然你就會製造很大 就算你不加 你也會有一個伴侶的機會 是令到那個市場 是盡量令到利率偏向一致 即是這個叫做 interest parity interest rate parity 就會有一個這樣的機制 因為正常的人 如果看到空間 HIGHBOR很低利率 你當其另一個利率 拉波勁高 你就會有一個 偏向的空間 就會令到利率 盡量偏向接近一致 所以投資市場結尾這麼多的主題 今天就有一點結論 差不多 今天也說了強積金 還有一些大家未必留意的五區 可能是互聯互通 或者內地一些股票的機制 A股我都不太熟 我自己也不是一個炒A股的人 但有些基本的概念 我都能掌握到 然後再解答了一些利率等等的問題 我們的節目都是這樣 有時候都是很混亂 但也希望盡量以解答讀者問題為主 大家的問題在下面留言 還有加入水哥Patreon 多謝 我免得刻意太硬推銷 如果你加入的話 我會非常開心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下段影片見 下段影片見 拜拜